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发展重回正轨 新闻自由得以在安全稳定 法治环境下得到更好保障 这是任何不带偏见之人 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美国支持新闻自由是假 见不得香港稳定是真 我可以给大家几个数字 美国国内新闻自由不断恶化 根据报道 2020年美国至少有117名记者 被逮捕或拘留 这一数字比2019年暴增12倍 美国政府如果不惧怕真相 且自信 为什么要追捕引渡阿桑奇 为什么不像吹捧别国 所谓追求真相人士那样 对待斯诺登 美国应该收起虚伪的双重标准 停止以所谓自由之名 干涉中国内政 香港特区警方依法拘捕 涉嫌串谋发动煽动刊物的个人 冻结有关资产 是捍卫香港法治 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正当之举 与新闻及言论自由 没有任何关系 香港是法治社会 香港居民 包括新闻及言论自由在内的 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 依法得到充分保障 但新闻及言论自由 不能成为犯罪行为的党剑牌 在香港特区从事新闻工作 必须严格遵守中国和香港特区法律 违法者必须承担法律后果 任何国家和组织 以及个人 都无权干预香港事务 一些外部势力 打着所谓新闻自由的幌子 对香港特区 依法开展执法 说三道四 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针对美方错误行进 中方决定采取对等反制 根据反外国制裁法 对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 评估委员会主席卡罗林巴塞洛谬 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 前办公室主任乔纳森斯迪沃斯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金杜云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 在港授权代表亚当金等五名美方人员 实施制裁 制裁的措施 包括禁止上述人员入境 包括香港澳门 冻结其在华财产 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 与其交易 此前中方针对美国其他涉港 错误形象 做出的反制决定 包括制裁对象和措施 依然有效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撤销对中方人员所谓制裁 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继续 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 任何双边安排 都不应针对第三方 坚决反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 及地区和平稳定的勾连行径 我还想说 太平洋需要的是地区国家 共同维护和平 不需要鼓噪所谓威胁论 更不需要人为兴风作浪 任何逆流而动的图谋 注定都不会得逞 中国和澳大利亚经贸合作的本质 是互利共赢 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 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 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 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澳方应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为中国企业在澳经营 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各别国家有关政客 借北京冬奥会 搞政治操弄 是不会得逞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下 北京冬奥会将成为一届 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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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